以西结书第五章 人子啊 你要拿一把快刀 当作剃头刀 用这刀剃你的头发 和你的胡须 用天平将须法平分 围困尘的日子满了 你要将三分之一 在尘中用火浑烧 将三分之一 在尘的四围 用刀砍碎 将三分之一 任风吹散 我也要拔刀追赶 你要从其中取几根 包在衣精里 再从这几根中 取些扔在火中焚烧 从里面必有火出来 烧入以色列全家 主耶和华如此说 这就是耶路撒冷 我曾将他 安置在列邦之中 列果都在他的视为 他行而 违背我的典章 过于列国 干犯我的律利 过于视为的列邦 因为他弃掉我的典章 至于我的律利 他并没有遵行 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 因为你们分争 过于视为的列国 也不遵行我的律利 不谨守我的典章 并以遵从 视为列国的恶规 尚不满意 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 看啊 我与你反对 必在列国的眼前 在你中间 施行审判 并且 因你一切可真的事 我要在你中间 行我所未曾行的 以后 我也不再照着行 在你中间 护卿要吃儿子 儿子要吃护卿 我必向你施行审判 我必将你所剩下的 分散四方 主耶和华说 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 因你用一切可真的物 可厌的事 玷污了我的圣索 故此 我定要使你 人数减少 我也 并不顾惜你 也不可怜你 你的名 三分之一 必遭瘟疫而死 在你中间 必因饥荒消灭 三分之一 必在你四围 倒在刀下 我必将三分之一 分散四方 并要拔刀 追赶他们 我要这样成就 怒中所定的 我向他们发的 愤怒止息了 自己就得着安慰 我在他们身上 成就怒中 所定的那时 他们就知道我 耶和华所说的 是出于热心 并且 我必使你 在四围的列国中 在经过的众人眼前 成了荒凉和羞辱 这样 我必以怒气和愤怒 并列怒的责备 向你施行审判 那时 你就在四围的列国中 成为羞辱 鸡翅 警戒 惊骇 这是我 耶和华说的 那时 我要将灭人 使人饥荒的恶剑 就是设去灭人的 设在你们身上 并要加征你们的饥荒 断绝你们 所以靠的粮食 又要使饥荒 和恶兽到你那里 叫你上旨 瘟疫和流血的事 也必盛行在你那里 我也要使刀剑 临到你 这是我 耶和华说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